看起來這新聞稿是沒有 而且剛才韋翰哥其實是就事實的基礎 就是有一分話 就是白宮這番話我們也不能說 就是說他就是有主詞 可是我覺得 我要追問韋翰哥很奇怪 因為我們都已經看慣了陳時中 每次沒有主詞的說法 但是白宮這一次 他如果真的是中國大陸的話 他就直接點出來了 但是會不會再 另外一個可能是 這個是符合美方的策略 美方的戰略 就是說反正 我知道你們台灣的 這個狀況會是這樣解讀 所以我拋一個球給你 我剛剛跟大家解讀的是 用實際的狀況去做解讀 講的東西就是有憑有據的 他的數字以及我們採購 以及我們所做的政府的措施 都是可以去查的 但是現在許甫問我這個 好那我們就多解讀一點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事情解讀 是政治的層面 這不是在抗疫 疫情的疫啦 而是在抗中的話 那看起來就講得通了 因為他今天是要告訴你 中國大陸妨礙台灣 那我們台灣也講說 你看美國認證中國大陸妨礙台灣 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要非常討厭中國大陸 美國跟台灣 美國跟中華民國聯手抗中嘛 所以他是一個抗中在政治意識上面 要讓台灣的人覺得說 為什麼你現在打不到疫苗 因為中國大陸阻斷了我們 我覺得這一點要把它講清楚喔 我不去幫中國大陸講話喔 說他們都對台灣很好 是啦 中國大陸是有要賣給台灣BNT 可是蔡總統不願意買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不用再糾結在那邊了 你今天如果說你買BNT 你怕被中國大陸穿小鞋 國藥跟科興因為法律 你又從來不考慮 然後我要去買美國的疫苗了 結果中國大陸還真有能力 可以阻止美國疫苗來 那你拿出來講 但如果沒有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你既又不去買 然後你又一直講說我不能去 我就舉個例子嘛 我帶我三個小孩進去看電影 跟我老婆五個人 我只買三張票 我要進去看電影 結果你們五個人 怎麼買三張票而已 買太少對不對 他說沒有啦 因為我老婆的力量 你很阻斷你了 你再阻斷了 不是你要知道凱翔 因為那個電影 《星際大戰》 你知道我老婆一定會睡著對不對 那我女兒又看不懂 所以其實五個人裡面 等一下進去 只有會有三個人 真的看得懂啦 所以另外兩人不用買票 這樣你進得去嗎 你當然就進不去嘛 我們今天一直說 我們疫苗很少 說是因為被阻絕了 那個收票也不讓我進去 可是你票一拿出來 你就只有三張票 你怎麼進五個人 我們今天如果去買了疫苗 我們花了那些錢 我們採購了疫苗以後 然後中國道路用各種方法 你要拿出證據 他不讓那些貨到貨 那OK啊 可是問題是你要怎麼說服 真正有任何嘗試 跟邏輯思考的人 會相信美國的大廠 他的出貨是會被中國道路 給阻斷的這件事 他能阻斷國藥科興 阻斷BNT 因為他有代理權 他能阻斷COVAX嗎 他能阻斷NOVAVAX 跟Johnson Johnson 還有莫德納嗎 那所以倒過來講 我剛剛就算給你聽了嘛 與其去怪別人阻斷 其實我說實在的啦 以兩岸下的關係 中國大陸真要阻斷 或是說打壓台灣 這也不是不可能啦 就是說我們現在兩岸關係 確實不好嘛 但是你要去怪別人阻斷你的時候 你要先倒過來看 你做了什麼事情被阻斷 你根本沒有去買 你都沒去買 你根本沒有去買啊 我就講嘛 5月15發生疫情之後 跟5月15發生疫情之前 那是兩個不同的狀況 之前是覺得台灣沒事 而且大家不踴躍打 買太多還怕會打不完 OK 我想說可以試圖理解啦 或許不敢買太多嘛 所以一半用國產一半用國際 但5月15之後已經是這種狀況了 你還沒有把我跟凱翔 像這樣50歲以下的人算進來 可以打國際大廠的疫苗 那就是政府的購買的積極度上面 完全不足嘛 而且這話已經講了快兩個月了 一個半月過去 三級幾年提升到現在 我們真的確實沒有去加買啊 人家Novavase日本買多少 1.5億我們台灣買多少 說問看看200要不要 就人家講說200你自己去找 Covace去談啊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買 Novavase也是被中國大陸控制的嗎 這些事情其實這樣一講 就都很清楚了 對 剛才偉翰哥今天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們就在就事實的基礎上來講好了 你說今天這個莫德納代工廠 這件事情到底會不會可能在台灣發生 不管說說在什麼萊豬 反萊豬公投之前啊 或是什麼之後一年之後 我昨天注意到已經蘇毅仁前疾管局的局長 他就講說這個是吹天大的牛皮天方夜談 這邊我們還有一個專家 王任賢理事長 我想說現在國務院 國務院他應該就是一個 國家算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機構 他就出來講了嘛 我們場地都找好了 我們大概花6到9個月的時間 我們可以生產3億到5億劑 蘇毅仁是覺得他算一算 怎麼這樣都不可能 但我不知道局長 那個理事長你覺得有可能嗎 這個機會是很小的 但是我們也希望他能夠成功了 這成功當然是好機會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台灣啊 這個疫苗產業算是生化 就是我們生物科技裡面 算是一個可以發展的一個產業了 但是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國家的量能啊 到底我們國家能夠可以產生多少的疫苗 前一陣子不是高端講嗎 他都要弄個幾千萬到1億劑出來嗎 這個其實都是吹牛的 我們就來我們的國家裡面 現在最好的一個疫苗產就是國光 國光大概有多少的量呢 基本上如果在他的本場 就是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在那個彈子那個場的話 大概有一千萬劑的能量 那這個一千萬劑的話 是什麼時候實現過呢 就在我們那個2009新型流感的時候 他拼了老命 從89月一直打到 一直做到12月 如其交貨 全天24小時就是拼命做 我們過去拼過一千萬劑的產量 對 一千萬劑 一千萬劑 那現在彈子又有個廠出來了 所以彈子也可能再加薪五百萬劑 所以他的緊繃的量 基本上是一千五百萬劑 就台灣現在的產量 產能就是一千五百萬劑 所以其他的那個廠 基本上來講大概沒有了 那所以說上次不是我們有個信息嗎 說AZ要來找我們設廠 是 要跟我們代工 我們拒絕 我們拒絕理由什麼 那個1億劑我們扛不下來 或者是3億劑扛不下來 這個東西的原意就是在這裡 不是啊 可是現在莫德納說3到5億劑 是20倍到30倍的產能了 不是 他這個 他要達到這個產能 台灣並不是不可能 他要徵收了其他的所有的廠 把台灣整個的產業 全部都給框起來以後 他才能做 所以其實他在講說 有些人不喜歡我們去代工 這個有些人是誰 有些人就是我們本土廠嘛 就這麼簡單嘛 因為你當然你要弄到1億劑的時候 你就必須把我們台灣 全部的那個產能 全部都拋進去 你才有辦法做這個代工 就變做疫苗國家隊 剛才理事長講的這個部分 還是產能的部分 可是另外一個大家在質疑的說 NNA技術過去台灣都沒有做過 所以我注意到蘇一仁他的講法是說 你不要以為說做50毫升 做到100毫升 然後變成50公升100公升 就直接這樣類推就可以 他說每一個每一個都是一個關卡 一個進程 這真的做NNA技術 他需要一個很長期的基礎在那裡嗎 不是只有NNA技術 所有的技術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實驗室做的跟量產 是一模一樣 理論是一模一樣 可是一變大就完蛋了 就像我們在當初的時候 在2009年的時候 不是2009年有個心靈流感來嗎 我們當初在做的時候 要有一項工作 就是說我們的客流感 我們這個客流感這個東西 要給它做什麼 做強制授權 強制授權 我覺得台灣就要強制做 那個是在實驗室燒杯裡面可以做啊 你到了整個大的那個場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做 所以台灣沒有那個量產能力 當初我們在懷疑 國產疫苗的時候 我們質疑的點也是這個點 你根本就沒有量產能力嘛 你到了台灣 2300萬人的這個劑量 你搞不好都支撐不了 你更何況其他的質量 其他的東西 你要去支撐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量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量是一個問題 量產是不是那麼簡單的 那MMI技術這個東西 我不認為它是個阻礙 不認為它是阻礙 這個實驗室的這個技術 我們會有的 可是量產的技術是個問題 這個是大問題 好 現在我們就跟美國去談這個說 要莫德納要來代工 為什麼會失敗 我們原間打算的一個算盤是說 用那個什麼 用晶片去給它換 錯了 為什麼 晶片沒辦法換 台灣的晶片沒辦法換 你日本的晶片 你韓國的晶片可以換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晶片廠 是美國人蓋的 你拿美國的東西 來又跟美國人談這個 莫德納的代工 你休想啦 不可能的事情 它不是台灣的廠啊 它根本裡面 大股東全部都是美國人 它就是聽美國人的話 美國人一句話 叫你去跟蔡英文 去陪著去 去壓那個 壓那個郭台銘 他就去了 就這麼回事 所以我個人認為 你用這個台灣的晶片 你要去跟他談這個疫苗 不可能的事情 對 你看我們來賓在講 包括不管是 每一位來賓 他都是有幾分證據 或是有幾分論述 講幾分話 但是呢 大家都覺得說 台灣真的是 很多誰能扯到政治啊 誰能扯到什麼 就吵來吵去 吵來吵去 藍綠啊 藍綠白的 互相吵來吵去 可是 從昨天到今天 大家最關注的 吵架事件 不是藍綠白 是大家互相認真 一個是側翼 一個是網軍 我們看到 就是周玉寇跟館長陳之翰 好 周玉寇跟館長陳之翰 昨天其實我們就花了一段時間 在講說他們互相在吵 但是呢 今天周玉寇在加碼說 你就是一個無腦肌肉燃啊 然後炸你這個 炸不是你那個等級啊 只有肉沒有腦的來炸 然後呢 他又罵說 這個大綠區啊 這個民進黨策異要管好 我們先來看一段 他們到底在吵什麼 等一下 有這個 禮蔻專家凱翔 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好 我們再看一下 你又想害我了 嗆一下 蘇貞昌嘛 看誰決議3加11嘛 所有人都退出政壇嘛 只要點頭的 你敢嗆嗎 館長陳之翰 槓上名嘴周玉寇 拋紅他嗆東嗆西 就是不敢嗆蔡政府 跟指揮中心 根本民進黨側翼 沒想到周玉寇大俩拱 罕見重話 標罵民進黨 還警告蔡英文 要跟館長撇清關係 以後再跟這個傢伙搞搞底 我告訴你 我到你們中央黨部去 跟你那個 炸掉你的中央黨部 民進黨人誰敢去蹭他 我就把你倒掉 再去寫案子 要去上他節目 這個所謂聲量的話 你小心 我就把你炸到底 綠到爆炸的一位女生 綠色這個顏色 就是為了他命名 周玉寇嘛 周玉寇老師 拿蔡政府跟指揮中心獨家 現在卻做一句炸民進黨部 又一句倒掉人家 傻紅了眼 不小心竟然還爆出這個真相 有一個那個綽號叫周小刀 將來你們民進黨再亂搞 我就變周大刀 懂嗎 疫情指揮中心幹的好事 疫情指揮中心幹的好事 難道我不知道嗎 溫友瞬間驚醒狂問 指揮中心幹了什麼好事 你倒是說來聽聽 現在往內互打吃到飽嗎 加強民進黨 小英不抓你嗎 誰要幫民進黨報警 說有人要炸他們黨部 假如知道了非常多政府機關的秘密 骯髒的事情 他應該公諸於世 被指民進黨側翼 周玉寇不開心 但若真不是側翼 為何不把真相說清 平時廷律打攔不遺餘力 如今李治憲一斷 大罵之後 周玉寇真心話 這不一刀宋小英 蔡總統 你的演講稿的寫法 你的對人民的溝通 要重新檢討 記得吳俊瑋李玄台北報導 好我剛剛在進SOT 說凱翔是李扣專家 他非常不滿意 我是說理解 不是不是 理解 理解扣扣扣 就是因為怎麼會這麼生氣 太不完整了 是對這個幫我們還原一下 這前因後果是怎麼回事 不是不是突然吵起來的 是6月22號的時候 周玉寇發文批評高家瑜 高家瑜這個關說疫苗事件 重傷民進黨 綠營應該把他開除吧 結果他下面就有網友 跑去留言 流什麼 流說 流說館長好安靜喔 館長好安靜喔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周玉寇 不是對不起周玉寇 高家瑜跟館長感情不錯 高家瑜選舉的時候 一天到晚去上 這個館長的直播節目 然後館長還下面給他吃啊 給他一大堆那個 他代言的什麼館長的什麼麵啊 然後一圍這什麼麵 然後擺了一桌對不對 然後呢 就是煮麵啦 你下次用煮麵比較好 就是館長下面給高家瑜吃嘛 吃了好多次啊 然後重點就是 重點就是當 周玉寇去批評高家瑜的時候 然後就有網友在 周玉寇的那個文章下面留言 說館長好安靜 然後周玉寇就嗆他一句 嗆館館長一句說什麼 不用期待他啦 不用期待他 欸 之前事情又傳來傳去 就被傳到館長耳中了 館長就嗆他 他在6月23號就隔天 開直播罵周玉寇 欸這很多台詞是可以念的嗎 你自己稍微再理解一下 過濾一下 超級大綠區 超級大綠共 超級他擦的綠到掉渣 綠到爆炸的一位女士 有多綠 他擦的綠色這個顏色 就是為了他命名的周玉寇嘛 周玉寇因為不紅了 就回歸黨議 周玉寇就是民進黨打手 當我們寇寇姐在罵一個人的時候 就代表那個人一定做對了 敢不敢嗆范雲 你在嘴三小 你那麼公平 你嗆一下范雲 叫他馬上辭去立委 退出政壇 你敢嗎 因為自己派系不敢得罪 不要出來搞笑的好不好 好好巴著你的老闆好不好 這館長在6月23號 針對周玉寇進行的反擊 然後呢 所以你在模仿館長模仿周玉寇 對 這是他們的前因 但這件事情後來 好像第一時間沒有整個爆發 是到6月28號的時候 那時候館長跟楊大正 就滅火器的主唱 然後還跟一個跟一個誰啊 柯宇倫 柯宇倫 所以他就在專訪當中說 這麼多都給我幾百萬片酬 我都不去拍啦 我寧願留在臺灣 縱火燒機車偷安全帽啦 沒有啦 這後面是我抓的 他原文是穿起來的嗎 對啊 後面是我加的 好 重點是6月28號 就是這段直播 這也會被告嗎 我不知道這樣告 告你 就是這段 然後這段直播當中 然後有粉絲認為 就嗆館長說 你為什麼要跟這個 就嗆這個楊大正 嗆柯宇倫就說 你們這些臺灣價值 有臺灣價值的年輕人 為什麼要跟館長合作 館長是柯粉 館長是柯粉 然後所以呢 這個館長又怒了 他說直播時就痛批 被人惡意抹黑 PTT還有D卡上 都充斥攻擊他的文章 認為這些都是他不顧民進黨的黨意 才被修理 你在側意真的要管好 用狗鍊把他們拴好 然後呢 陳柏惟當場還被 還被這個 還被波及 還被波及 然後隨後呢 在D卡PTT 自由時報上面 就很多什麼館長人氣跌落 無谷底啊 然後呢 訂閱數分析 他訂閱數怎麼會嚴重下滑 然後館長又質疑說 是不是因為他不願意 不順了民進黨的意 所以就要修理他 是不是民進黨不管做對做錯 都要死命相挺 就不會寫他這種新聞 還標罵自由時報 跟中天一樣 XXX 是不是要跟中天一樣 XXX 然後呢 這個 所以我打擦一下 昨天他就真的開個直播 來指教一下中天 他說中天幾百萬億的設備 你看現在Youtuber 主播去當Youtuber 去賣東西 這館長為什麼罵自己 我覺得 館長不是才 他也自己在賣東西 我覺得這個沒有 沒有說很這個貴職業 有貴賤之分 民進黨是不是要有活力全開 插他們 XXX也沒比較好聽 然後呢 把中天做掉了 現在換綠媒囂張 你們大偉是不是 真的要讓我死 所有網紅都挺你們民進黨 網紅都乖得跟狗兒子一樣 然後呢 之後聽到 他可能就想到狗兒子 還要把狗戀 什麼牽好 傷好 然後就覺得在罵他 所以六月二十九號之後 反擊要炸掉中央黨部 他怎麼說呢 我公開跟蔡英文喊話 你再跟這個家人來往 你這個黨 就不要在台灣混下去了 包括我點名林非凡 林賀明這些網路的什麼傢伙 你們以後再跟這個家人勾勾滴 我告訴你 我去你們中央黨部 炸掉你中央黨部 民進黨迷信這種網路 我告訴你去年選舉 你是靠網路嗎 網路誰比較厲害 那個跪在博恩 博恩夜夜秀去玩 跪在地上走路那個人 鐵英文不是比你蔡英文高嗎 他有當選嗎 笑死人了 然後這個七月一號七月六月二十九號 當天周一蔡早上講完之後 然後的館長又嗆他說 阿姐一定要炸喔 阿姐一定要炸 一定要這樣 然後七月一號今天早上 周一蔡又再嗆他說 無腦肌肉男 就是你們講的 無腦肌肉男 你看你閃了多少重點 我們把這個中間減速 但是為了朱凱翔 他要展現他是理蔡專家 還是管理專家 所以他把這個整個言文講出來 這是一個長達一週的這樣子 一個論戰 那我只想問為什麼 這兩個人為什麼突然吵架 因為我注意到周一蔡其實挑館長的時候 他有講了解關鍵字 就是說林非凡 這個這個林賀明 你們在下案子給他 你們選舉的時候 再跟館長靠樓 你們試試看 他在爭寵啊 他在爭寵啊 他們在比賽 誰才是民進黨正宗 要力挺的網紅 館長他選舉的時候 就是綠營這樣 這個爭先恐後的 要去跟他直播 除了像是這個 除了像是呂森林自殺 自殺式直播之外 其他跟館長蹭到聲量的人 幾乎都有順利當選啊 那所以呢 那周一蔡也是覺得自己 在綠營當中的地位 當然不是我們這種泛泛網紅 可以比較的 所以呢 點名林非凡 點名林賀明 你們說 誰跟你們比較熟啊 誰跟你們 誰跟你們黨中央比較接近啊 其實就是這個目的啊 就是一個爭寵 在心裡上面 覺得過不去 但是我說真的 今天早上 昨天很多人 還有人 據名就是檢舉 說周一蔡要炸中央黨部 欸這恐嚇欸 欸我們來看下一張 恐嚇中央中正義分局有動作 說已經接到相關資料了 以恐嚇危險公眾安全罪 向地監署指揮 請示後續整辦 所以周一蔡今天就說了 他說我不是真的要去炸 我不是你們這種 無腦肌肉男的那種炸 我是優雅的炸 我是用言論炸 我是用愛馬仕事的 優雅的炸 我心裡在那邊胡扯 炸就炸 你在那邊恐嚇什麼 大家還記得嗎 吳宗憲最近在戰里長 他兒子路西派什麼女朋友生病 PO了一個說 我要是再次不好 我就作炸彈 炸台北市政府罰六十萬 罰六十萬 就是他也沒有真的要作炸彈 他也沒有真的要作炸彈 但是就是留了這句話 然後他就這個什麼 判他什麼緩刑 這個緩起初還緩刑 我忘記了 然後就是要求他是要公共服務 然後還判他六十萬的罰款 就是這樣子 他就在IG上發了一個限動 所以我管你什麼愛馬仕的炸 我只知道你是路西派市的炸 你就罰 先繳六十萬出來再說 你說這個言論上會不會說優雅就沒事了 我想說今天這個人應該跟你很有淵源 因為在此再來再澄清一下朱大有兩個 一個人就是叫做朱學恆 一個叫做朱凱翔 因為朱凱翔的不野人新聞台上面有底下留言說 朱學恆說得好啊 但是說得好 他現在已經被妨礙公務 因為他就送花欄嘛 就他說他用用嘴就可以妨礙公務的男人 這件事情 這你要問韋漢哥 韋漢哥比較熟 韋漢哥你對這件事有評價 就是什麼名指名高耳縫耳路 他送了四個花欄之後 其實當時民進黨有做一波認知母 他說這個是送告別式的花欄 我看到有包括一些我的以前的老師 傳播的老師 他就說怎麼會有人去送告別式的花欄 但是好像大家沒有去看他裡面寫的用意是什麼 但是現在的確居然成案的變成妨礙公務 我先講幾件事情 因為我的父親教我 我們人生是要先做該做的事 再做想做的事 所以我們要先做該做的評論 再去做想做的評論 有些人不值得我評論 我就不評論 OK 在我自己裡面沒有 就不值得讓我評論的人 我根本就是無事 他走過去我也不會看到 我也不會有反應 但是同樣的剛剛剛剛講的 我們以社會的公器 我們是媒體 我們要跟大家講 一個人不管是要上飛機之前 或是在臉書寫什麼東西 炸這是比較敏感的詞 有些事情是不能講的 譬如說我等一下幾點鐘 我要去哪個捷運站 我要怎麼樣學誰誰誰 不行 警察馬上上 不可以吧 這個公共危險罪的 那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沒有人去處理 還在等待的這個事情 剛好可以跟朱學衡的做比較 因為朱學衡昨天有問他 他收到的是妨礙公 就是妨礙公務 跟辱罵公署對不對 那基本上誰能夠辱罵公署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辱罵公署 那誰可以告你辱罵公署 公署 公署嘛 對啊 所以照理講 應該是魏夫不告他還對 他就不是 說是路人檢舉 那路人是誰 路人還寫了一個訴狀 你懂我意思嗎 你今天可以 你今天可以去 譬如說這個人 我覺得說我要去告他 我要檢舉他怎麼了 但是他去對公署 如果可能他侮辱公署 或者是妨礙公務 這事情要執行公務的人 才會可以界定到妨礙公務 譬如說警察要跟我做理檢 萬漢請你把你的刑罩拿出來 我不要還跟警察辱罵 還跟他打起來 妨礙公務 你確定嗎 警察一定就公署就告我 但今天如果沒有的情況之下 我們這個請法律專家 可能前期會比較懂一點 社會可以去 你懂我意思嗎 今天我做了一個事情 我覺得他這個事情對政府 那每一個人都可以 我看到黃漢講什麼東西 他質疑我們夠沒量不夠 那不是在妨礙我們 責中心做事情嗎 妨礙公務 無辱公署 所以今天羅志強就一樣話 葫蘆他就送一個匾額給行政院 期待被起訴 期待被告 所以我就說標準要一次 你今天可能可以用其他的事情 譬如說 認為他有擾亂社會秩序 或是他有怎麼樣 或是他恐嚇人 或是你今天已經到妨礙公務 跟無辱公署這兩件 那應該他的對象 可以對他提告的人應該是公署 對不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很多人一直在講這事 因為我其實基本上 我嚴格跟大家說 我還沒有評論過蘇雪人這個事情 我跟學人私下是好朋友 好那他的這個事情是因為 他是屬於衝撞型的 他往前衝 他要告訴大家 耳縫耳禄 民指民高 對不對 下民可虐 上天難欺 他所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官員不要做 那些讓人民失望的事情 因為你是人民讓你們來當官 那一直講說你這個送告別式的 這我倒是覺得一樣的話 你放在譬如說畢業典禮的門口 他也長就是長這樣啊 這我這我倒是真的 這我就我如果懂了 我就說懂 怎麼判斷那個是告別式的 他上面的字才知道吧 對就是我不知道還是說我們等一下 我等一下看網友留言 有沒有比較懂的 還是我等一下問一下小冬瓜 他有沒有什麼東西 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是告別式的 或者是說 他一樣是這種高腳的花欄 那如果是喜宴門口呢 他上面寫百年好合四個字 然後長這個樣子 應該沒事吧 那你會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把告別式話 放到我的喜宴門口 好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說 送花代表一個態度嘛 那上面也有寫字 他沒有寫說 我要炸掉你衛服部嘛 他起來就是 耳縫耳陸名字名高 那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已經到了公眾認為說 是種公然羞辱了 比如說如果你罵髒話 或是你講那個人怎麼樣 法院是有一些判例的 但是一個叫官員 耳縫耳陸名字名高的 這有什麼問題 我看到學恆他自己有去找 孫昌院長 他第一任當院長 2006年的時候 行政院曾經發出一個新聞稿 孫昌院長在跟公務人員 座談的時候 當場在致辭 告訴這些公務人員 耳縫耳陸名字名高 所以告訴公務人員 妨礙公務 所以我就說這個詞是不是 是侮辱公署的詞 或是說你覺得這個動作 是侮辱公署的動作 那你要說這是告別式的花籃 放在那邊就代表說 指揮中期裡面的人都怎麼了 都已經不信了 那你當然有那種被羞辱的感覺 可是這花就是所謂 告別式的花的這個基礎 是怎麼來的 他是花沒有錯 所以這些東西 基本上因為也被告了嘛 我也不是血痕 那我也沒有辦法替他去回應這件事情 但是站在這個立場來講的話 如果送花 而且是公開署名的 然後你跑到那邊 這是送花這個動作 對 馬上就被 侮辱公署 妨礙公務 然後就收到這個警察 要盜案了 然後說要炸 到現在還在研議到底要不要處理 這就是兩套標準 台灣常常就是兩套標準 對 我一直在看說到底怎麼樣妨礙公務 後來我想到一個有一個解方 這四個花籃擋在衛服部的門口 妨礙公務人員進出 妨礙公務 我不知道會不會到時候是這樣子辦 這個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送花籃 你講那個應該叫妨礙交通 因為如果說你騎個機車 譬如我去送快送對不對 然後我在那邊把機車停住以後 妨礙出入 那是妨礙交通 或是紅樽回歸停車 或者是廢棄物等等的 怎麼會是妨礙公務呢 對 總不會是這種方法 那這五入公署很顯然的就是 你的政治意識上 你的表達跟你的論述 會使得這個公署被侮辱 那就倒回這十六個字 這算不算五入公署 要官員記得耳縫耳錄 名指名高 要官員記得你們是拿人民的薪水 所以要幫人民做事 不可以獨職 不可以讓人民失望 不可以讓人民陷於水生火熱之功 不可以讓人民沒有疫苗打 不可以讓人民無法安居樂業 每天痛苦 這樣子的怎麼講 的一個意見表態 算不算侮辱公署 這我覺得大家可以討論 是 好 我們現場先來到了 就是這個小神來賓 前高雄市新聞局長 汪潛秋 潛秋姐 主持人好 各位官員朋友 午安 好 我們回過頭來 來看到那一張 就是其實也不是只要講 周玉寇跟陳志翰的 所謂的雙邊在口水 因為打到今天 打到今天我發現兩邊 互相把這個戰線延伸出去了 比如說館長就咬著中天 你們中天報 你們中天可憐 算我讓你報好了 沒關係 周玉寇他另外的 他其實去打了柯文哲 那為什麼呢 他說昨天 這是昨天說的 我獨家告訴你 今天的確診個案數 政府足以證明柯文哲隱匿北農的染疫案 害得全台灣跟雙北一起無法解封 又是全台跟雙北一起坐牢的概念 那當然柯文哲馬上回嗆說 名嘴一開始是狗咬尾巴 後來就是尾巴咬狗 那政府收買或是雇用一些名嘴 放消息帶風向 這些名嘴就越來越膨脹 開始倒過來影響政府的決策 有一天政府會無法控制 這就讓我想到 其實他對館長就講了一句話 他嗆的是民進黨 他講說我叫周小刀 你們民進黨亂搞 我就變周大刀 指揮中心幹的好事 難道我不知道嗎 其實我聽到這一句話 然後再想到柯文哲在這個事情 想到他說每天在報 很多事情莫德納要來也是他在報 然後說什麼確診數又怎麼樣 哪邊是誰是確診幹 都是周邊扣告 所以回過頭來 難道這個是雙方互相證實 就指揮中心或是說 民進黨政府其實就跟周一寇 兩個人互相合作 我剛剛左肩來說 剛好聽到凱翔講到那一段說 有一個男人 他跪著 在柏文夜夜修上面走路 結果流量比你蔡英文還要高 但是有票嗎 有名義嗎 對這是周一寇說的 對可是我告訴你 為什麼周一寇這樣講這麼酸 因為他沒有流量啊 所以現在在拚命的 基本上鵝賀姐 他就是一個沒有流量 沒有聲量的狀態 有很 我那天本來跟彭P 想要討論這件事情 他就說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 討論這種人身上 但是呢 其實他形容館長跟周一寇 兩個人叫做一秋之和 他在形容詞 但是我認為他們兩個 還是有點差異 至少館長還懂得去 一起去有一個價值的社會標準 也會去檢驗民進黨 多少嘛 比例而已 那同時他們流量 卻是一個天跟一個地 基本上 他這流量完全是 是差異很大的 我們可以看到Coco姐 她雖然聲量很高的樣子 在媒體上 尤其綠媒 會廣泛的去報導 成為側翼的一個功能 她負責發動 要攻擊藍營 或在野黨的新聞 去監督在野黨 然後會有其他的 這個綠營的 側翼的媒體 去幫她做發動 這是她的功能跟角色啊 那結果她今天搞了半天 還要回頭來炸組織 說叫周小刀 聽到周小刀就覺得好笑 因為可能當年跟金小刀 恩恩怨怨情仇 也聽到過他要很多的位置 但最後不得志 所以就鬧翻了 然後最後還告上了法院 最後還告輸了 那這些事情一再的 所謂的重演 不同的政黨 在執政黨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有 不一樣的表態跟表現 所以當柯文哲 很佩服他說 他形容詞也真的很厲害 想像出這個形容詞 我從來沒有聽過 狗咬尾巴 然後尾巴咬狗 尾巴掉在地上 還可以自己咬 這個形容詞 我覺得非常非常貼切 民進好像有在切割 周遇寇了嗎 我覺得多少開始有囉 因為基本上 我聽到某一些 民黨的 這種人為跟我講說 他也受不了說 他那個強制性非把來賓 框到你節目上不可 你凡事都要配合他 如果沒有配合 就會找你算賬 之所以之前 小妹我也去上節目 其實也是因為不好意思 那Coco姐一直在這個 來商量 不去不好意思 去了也就會付出一些代價 什麼代價 就是要被他羞辱啊 那人都是有一點點 那個人情意裡 剛到的時候 他都是磕磕氣氣的 突然給你翻臉 就翻臉在節目上 那個是你完全來不及 反應的速度 就節目中就直接 當然當然 風雲就突然變色 這一秒鐘 在進網上之前說 哎呀千秋你好辛苦 你好棒 那不容易 然後表現得很好 然後一進去之後 就開始罵 你無能 你是個笨蛋 你是不是把那個 一個豪的品牌 那個聲量 做到這麼爛 你可辭 那之類的 因為我說實話 我當時是反應不過來 因為前一秒鐘 還跟你很和蔼可親 啊辛苦了 加油 然後突然OnL進現場 就說你可辭 你不要臉 然後就 你會來不及對人 其實這是他的風格 是他要衝流量的風格 可是我想先回一下 剛好那個 韋漢我進來的時候 他Cue了我一下 關於這個 法律的問題 對我們回到那一章 來看一下 我可以回頭講一下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豬雪橫 他基本上 如果是防害公務 所以法律訂得很清楚啊 就法論法 刑法135條就是公務員 依法在執行職務 重點是他在執行職務的期間 施行強暴脅迫者 什麼叫強暴脅迫 你對他做的什麼 擋路真的 就是社會交通 交通違規法令而已 可是所謂的強暴脅迫 是一個很嚴謹的定義 除非你真的像說一口一樣 放了炸彈 他符合 你現在有恐嚇的嫌疑的時候 你真的放了炸彈 就是威脅 你要放炸彈 這可能就是強暴脅迫囉 可是基本上只是放個花 上面有一些民意的期待 我自己想對這個衛福部 指揮中心說的話 那麼也許是期許甚深 民意的表現 那然後什麼妨害 所謂的強暴脅迫可言呢 是啊 那反而是這個 如果是侮辱公署的話 剛剛韋翰講了一些 這個法律成立的要件 那其實還有一個人 彭文正啊 他就一直說 蔡英文已經打了疫苗 偷偷打 而且很多政府的高官 都已經打了疫苗 不敢說 蔡英文自己本人說 要把手臂留給國產疫苗 你們自己就已經打了 他說告我 告我 求你告我 到現在都沒有告 沒告 所以告他是一個榮譽 所以朱大得到了一個榮譽徽章 其實表示 或者是表示他不好 他不怕惹他嗎 是這樣嗎 基本上 如果民進黨政府敢告的人 用力告的人 其實這表示你還不夠 還不夠打他 還不夠 還鬥得起你 你覺得你會怕 因為臺灣真的不怕告的人 其實不多 大概就剩彭文整個 他說告 對 他比如說告是他的勳章 不過我們回來 講來當我們也不是完全要去講說 扣扣到處打誰罵誰 但是他最近講到一個點上 就是講到所謂的違解封 他去罵說 你這個柯文哲罪魁禍首不認帳 搞夜市什麼違解封 是唯恐天下不亂嗎 當然就是昨天這件事情 寧夏夜市就是開始違解封來施行 我們來看到這個畫面 這其實因為這是在我以前住的附近 他本來這邊是一整排 兩邊都是所謂的攤商 但是昨天違解封之後 只開了四分之一的攤商 然後在這個門口這邊必須要掃QR Code 每個人都要知道是誰 然後這邊你看有交管人員 然後有酒精消毒去買 柯文哲的說法是怎麼樣 他是說因為你餐廳都可以外帶啦 為什麼你放在夜市 你只是一個沒有一個建築物而已 你為什麼不能外帶呢 但是這個周比寇說 這個是唯恐天下不亂 會造成更大的破口 激進黨也是這樣說 破口就是柯文哲 其實我先請問一下 偉岸哥 這個你對這樣子的一個解封 微解封是有什麼樣的看法 因為我回過頭來去看 六月份那個時候的指引 其實在包括什麼夜市市場 裡面並沒有說要把夜市給停掉 他只是說有一套指引 但是那時候並沒有說把夜市停掉 所以那時候高雄的瑞峰夜市 不是其實也有開始做 重新的開啟 所以這整件事情我看不懂 現在變成說 一個可能他是他的防疫破口 我們剛剛前段在講那個 有關於我們買疫苗的時候 被有些人Cup off 是不是中國大陸的時候 其實我就跟大家講了 此刻最重要的是抗疫 對抗疫情不是抗中 可是有很多人他心中是政治 比防疫更多 那你自己去看看他所講的事情 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就知道了 剛剛旭粉跟大家講 當我們在討論台北市 寧假夜市 然後夜市要不要重開 重開會不會造成一些疫情的破口 然後你可能打算開始要支持柯文哲重開 或者反對柯文哲重開的同時 你知道6月15號 對就是兩個多禮拜以前 高雄瑞峰夜市已經開了嗎 對這個畫面就在這裡啦 6月15號 但問題是我知道現在很多人 我根本不知道啊 因為瑞峰夜市開了 給台灣的人根本沒feel 我們那時候沒有在管這個事啊 但是你覺得這是柯文哲做的事情 因為你討厭4%債 啊這我不會來啦 然後呢 高雄瑞峰夜市 你就聽不聽了 台灣現在可能87%都是 好像沒有那麼高啦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他不是去看這個事情對或錯 這事情好或壞 他是看這事情是誰做的 是誰說的 如果是我朋友說的 就算殺人放火 也是為了要對不對 建國獨立 也是為了要這個讓人民生活更好啊 就算是不是我的朋友說的 是我討厭的人做的 他扶老太太過馬路 你都懷疑他對他性騷擾 所以重點在於 我們今天看這整個事情 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 先把人給抽離 看這個事 那我就來講事 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夜市重啟 為解封是不得不為 不是為了我 也不是為了許甫 是為了這一些 還願意繼續當夜市的攤商 而一個半月四十五天 沒有工作的人 他會倒啊 我常常在講 我們最近 我們與餓的距離 肚子餓的餓 一個多月沒有賺錢 而且前幾天 尤其突然五月十五 突然宣布申請戒以後 手邊可能都有三到五天的貨 那些都已經浪費掉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 你叫我夜市立刻做外送 我也沒辦法 然後呢 大家要逛夜市 基本上就是一個feel 我很輕鬆 可能穿著拖鞋 我去那邊看到一攤吃一攤 然後還可以隨手買了一個什麼 木瓜牛奶 珍珠紅茶什麼的 我就跑去 然後炸雞排 現在可以嗎 你還是可以去買 因為我解封了 買完以後 因為我們戴口罩 戶外又不能吃東西 你只能帶回家 雞排不能現吃 真的味道會有差 不只是味道 他整個那個雞排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東西 咬那個脆 方便 整個都會補掉 對不對 錢秋瑋知道 你看那個鹹酥雞買回來兩個小時 你再吃 他整個都 他水蒸氣會讓他軟掉 就不OK了 就不可口了 那怎麼辦呢 因為他們還要活下去啊 今天是七月一號 已經到第三季了 韓國從今天開始入境的人 六種疫苗打過了 不用隔離了 但有十三個國家的意外 因為疫情嚴重 但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只要你是屬於打過兩季的 我們前兩天講 Bloomberg講我們台灣 從五名降到十五名 到四十四名 就是這個嘛 像王任賢理事長 他打過一季對不對 可是在兩季了對不對 兩季了兩季了 後來第二季 後來第二季 趕上好 台灣都好羨慕你 太好了 我現在不是說 因為正好就是這樣 來觀眾朋友 那個導播聯邦寶寶寶寶 帶我們兩個Long好了 我是屬於沒有打的 零 一季都沒有打的 王任賢理事長是兩季的 然後呢 我們兩個出國或回國的規定 是一樣的 他雖然打過兩季 他跟我一樣啊 都一樣去十四天啊 一樣啊 對啊他完全沒有 那包含國際的這些 駕駛員 在台灣也是一樣 他都沒有給你管的 那我們怎麼跟國外接軌 我沒有打過疫苗 即使許甫跟我講說 欸王任賢理 現在威脅瘋了 我們去逛夜市 我想想算了 還是不要吧 其實這個就跟買外帶 因為我沒有啊 許甫 我現在講清楚 因為我沒有啊 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們台灣 只準備了一千九百八十一萬 的國際疫苗 因為我 跟淺秋 剛剛是凱翔 跟淺秋 我們都沒有辦法打疫苗 都還排不上 然後我如果沒有打疫苗 我今天跑去逛夜市 你會不會擔心 你遇到那個 那個密魯阿嬤 仿尚阿嬤 那個垃圾袋放門口 欸就好啊 這樣子馬上就中了 那你會不會擔心 做生意的人會不會擔心 所以實際上 他沒有辦法 因為違解封以後 讓他們夜市又重新 人山人海 沒有辦法了 要怎樣才能辦法 就是看到前幾天有沒有 前天英國跟德國 在那邊踢足球 現場幾萬人 大家在那邊對不對 英國還好多年 沒有贏過德國 他們打了疫苗了嘛 雖然還是每天有兩萬人確診 前幾天英國 禮拜二的時候 還有兩萬人 一天兩萬人確診 其中有一萬五千人 全部都是Delta 但是他們還是不怕 就跟新加坡 我就說你現在開始把那個視野拉開來 不要看臺灣的這些一天到晚 誰又被誰卡什麼的 你把臺灣的這個眼界跟世界 往全球一放 臺灣是這樣 地球是圓的 把它放大 因為發現說 欸韓國是這樣喔 韓國現在入境只要有打過兩劑疫苗 像理事長 你如果明天要去韓國 你就直接入境不用隔離 但我不行 我就要十四天 在韓國 我們兩個有差別 在臺灣 我們兩個沒差別 沒有 當然理事長比較帥 第二個 我們的這個整個的生活上面的 你要解封 我們只打了七點七趴 那因為大家都沒有打疫苗 你這些餐食也沒辦法恢復 你也沒有辦法恢復到你 我們正常生活 你這些東西是不得已必須要解封 因為柯文哲 他有講 要記者會講 大家去看 不要只有看那些網路上懶人包 或是別人轉述 他說他也知道現在這樣子 這個夜市重新再開 其實說實在的 六月十五號高雄瑞峰市都開了 他並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可是這些還願意在夜市裡面去工作的人 他也期待或許你可以來外帶 即使不可口 大家可以試看看 很多的老餐廳 我們臺灣的餐廳 我現在看到網路上好多報導 每一個老闆都是含淚在撐 那我們為什麼會孰令自知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二零二一年的七月了 之前六個月都過去了 我們二零二零年年底 在講的疫苗疫苗 講半天 我們顯然沒有積極購買 我們顯然沒有讓臺灣的民眾 能夠大量施打 那你沒有施打疫苗 他終究無法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所以這些所謂的亂象也好 或者是人民的苦也好 都在於我們的疫苗的購買的數量 跟我們拿到貨的那個進度 都還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達到人民 您可以恢復正常生活的條件嗎